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此同时 在华日军仍有百万兵力 为挽救败局 1944年4月 日军把铁御下贵战 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远驻南方日军 8月 日军在侵占湖南衡阳后 港尊宁次统帅与16万日军向桂林柳州发起进攻 相继贡献了全州 湖州 平湖 湖州 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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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驻守青州的131室 奉命从青州徒步向桂林移房 131室的师长康伟雍 早年在广州医科学校读书期间 有感于国势日飞 教育受摧残 无枪接近遭蹂陵 决心投笔从荣 用枪杆子救过 考驻南宁广西陆军讲武堂 918事变后 康维雍奋恺难荡 作诗一首 史智青苗东 文姬齐武 雄心屈日寇 卧心长达 1942年 康维雍被任命为131师少将师长 担任贵西南防务 他有着过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为适应日后的跨境作战 他自学日语 英语和粤语 甚至曾破译日军密电码 成功地获取敌军情报 并将其救济取得了辉煌的战够 康维雍海精通琴棋说话 写得一首好字 复得一首好诗 是军中有名的儒匠 康维雍率部转防的桂林 是日军重点进攻的城市 国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用广西两个军的兵力 负责保卫桂林 但是当十几万日军兵临城下后 发现防御桂林的国军只有不足两万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国军内部一直派系林立 抗战期间蒋介石 为协调各派系纷争 几乎耗费他一半的精力 这一次 桂系的白重洗会保存自己实力 借口需要机动调防 从重点布防城市桂林一次就调走了自己的两个师 大敌临前战况紧急 守卫桂林的却只剩抗围雍部131室 即第170室共一万七千人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 以及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 康维雍意识到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 然而他非但没有感到胆怯 反而却表现出诗人的浪漫和慷慨 充满了杀敌报国的壮志好情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 此次保卫桂林 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 此战关系重大 我得率部参加正感幸运 不成功变成人 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野 他誓言作为一个军人 只有服从命令与桂林共存亡 1944年10月底开始 战事日益紧迫 守城期间 汉威雍日夜东岛疏散居民 鼓舞士兵士气 修建城堂攻势 整理备展机器 还精心设计隐蔽布防 配置军队阵地 日军多次冲入桂林 汉威雍率部奋勇阻击 这些布防措施 让日军在向远中处处挨他 损失惨重 最终被迫撤出 桂林的民团赶死队 也奋勇驻战 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 划着竹牌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 中国军队的奋战 让日军大量减人 日军58师团各中队只剩下五六十人 有的小分队被全部揭秘 无意生还 无计可施的日军 竟然使用了毒气弹 11月8日 七星年守军391团 因造手日军毒气袭击 800余名官兵全部牺牲 击战中 其他部队也都伤亡殆尽 9日 日军终于再次攻入桂林 北门至中正条头 几次任意的守军 几乎全部牺牲 下午 桂林呈防司令 维云松被迫下令 弃城突围 人事已尽无力回天 突围也是无奈之举 但曾施与桂林共存亡的抗围庸 决心遵守自己的誓言 当晚 他召集13110干部 不止突围事宜 他说 目前战况危急 无需再续 现在你们马上准备 率所部突围外战 不能再再次 困兽大力了 我要执行军令 完成我的天职 不能和你们一起出去 我死后 请将遗体葬在我家宅园内 听到将军置地有声的话 大家坚决要求 和将军重生共死 但抗围庸坚决地说 这是命令 他将一条写有 大中大校成功成人 八个字的手帕 和一些文件 以及日常用品 交给卫士杨林超 托他带给自己的家人 然后对其他官兵说 桂林的防守失败了 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 说完后 他走进寝室 将灯熄灭 随即举起手枪 自枪殉国 留下的那首 充满着抗战豪情的事 千万头颅 共一心 岂肯狗拳 吸此身 人死留名 暴留疲异 断头不坐 降将军 抗维庸将军 参与的这场 玉香贵大会战 以国军全面失败 寻告技术 中国军队损失兵力 达七十万人 丢弃了河南 广西等六省的 大部分地区 是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一百四十六座城市 六千余万同胞 陷入日军的统治之下 此时距离日军投降 仅剩几个月 隔岂肯独立